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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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想要外卡内干扰封封 但是没有成功 老原家了呀 从这张图开始 这两个人应该要搞一些小动作了 对 但是物刀出现现在发挥非常稳定 过了第一个地道以后 第五千的距离大概两个车身位 能保证他不会封封 卡掉小喷 只要自己不发生什么特别大的失误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错 这个十一城也是当时城堡特别喜欢的地图 因为跑得稳 而且有可追的空间 对 但后面的三线进道 来预测一下地步谁是第一 我觉得初心应该是能稳下来的吧 能稳住 是吧 简单的一个预测 前面三个十字腰除一二三平四 一个甩尾 初心 路线稍微出现也问题 但是还是成功出现 恭喜物刀初心 这个先拿一个小分 但是小专是有点可惜的 对 前线出去 随时DM完的就是 好像听到了刚才城堡的户惯是吧 稳为主 一见为辅 只要起步能出去 后面的人自己搞自己的 那么我就稳了 起步出去了以后 看一下小专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挥 但是海神在之前版本当中 是专门克制火神的 而且不要忘了 后面还有对抗之神雷诺 那么AZ风光还是要保持好自己的状态 这个有收集器的特性 我觉得还是问题不大的 下面一个弯道 应该能够实现反超 诶 可以 从路线上来看小专是有一些歪 确实他对 速度也比较慢 太想及早出弯了 对 再来一个弹射以后 初心反超风风的概率还是比较大 但是一个失误就没了 我觉得本来还是有机会抄的 但是忽然 感觉到一个无形的地 对 哎呦 这边 再来一个无形的地 自然卷现在拿到了第一名 但是顶先的距离并不是很大 前面三名选手还是距离比较接近的 所以说名次变化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 挑战再一个投票 哎呦 这边又非常难受了 气也少了一段 并不是一个老将能够展现出来的一个风采啊 无限的氮气延续接CCW分 这个 并不是CW分 WWC分 恭喜 恭喜自然卷拿到了第一名 读刀初心拿到了选途拳也不亏 选途拳 呃明显 那我怎么总感觉小专有一股隐隐的力量 在指引他拿第一名 啊别吧 来看一下起步 初心是在左边 我是觉得有一定的优势的 如果不被卡位的话 突然冲出来了 连续两个小甩 然后第一弯道一个纪念CW 而且 苍卷有这辆车 它有一个极其效率的加强 所以说过弯速度会更快 你可以放心的 把这弯道挑小一点 对 那自然卷这一局 如果不能拿 不能拿到一个优势分数 其实有一些 哎呦 刚才是谁贴死了 是初心 初心贴死了呀 对 他初心和自然卷现在位于三四名 渊渊相报核实料 风风小专还得搞一搞 是啊 那么接下来就变成小专追风风了 已经形成一个梯队了 这四个人已经 呃 大概是三个梯队 对 自然卷和初心各持一个梯队 但是小专追风风还是有机会的 只不过说风风驾驶的赛车 要比小专更为强势 他这种卡器就是风风拉开小专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小专在卡器上要注意一定要快一点 甩尾拉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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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稍微少一些的 对 有点急着想追 所以说 所有的选手 目标是什么 能够拿到分数更好 但主要还是要学习 对 第一天嘛 然后再参透 然后明天呢 先小展先手 后天后级勃发 那样排名七八名的车队 其实还是比较难受 那么小专和自然卷在第二集队 要争抢一下选途权了 那么自然卷也是一个拖标很可惜 应该是丧失掉了第二名 对 1分57秒18 空空展现了他的实力 非常快的一个成绩 对 这是今天 到目前为止 最胶着的一轮 我们看一下起步 风风又出来了 起步确实快 对 起步是真的快 虽然感这一波不是特别顺利 舞蹈出街感觉有点卸劲了 可能是那个飘飞点没有飘好 小专是紧随其后 对 为了印证我们说的 一人一把 小专不会放弃 对吧 风风有点白点再到了小专 但是小专还是见不着 这拿到了第一名 风风一个内线 还卡到了后面的自然卷 没有氮气了 这波很伤 能不能飞过去 是风风仿佛瞬间化身成小专的辅助 但是自然卷这波还是稳住了 又是三个提对 这个算是四个提对了 因为自然卷距离小专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对 对 那些小事物其实 哎 这个小专这个就难受了 这个快速出弯也稍微有一点多他 看来现在出现的距离有点远 出现还是要保持住自己最初的那股冲劲 现在不要拿到优势以后 反而成为了自己的 就负担 负担 有可能他这张地图不是很熟悉 因为之前也看到了 上半场是没有拳手选了这张图的吧 对 那可能他们普遍不太喜欢这张图 这张图 哎 这个延续没有延长 那自然卷反超无望 这一局 小专确实拿到了自己是不是 对 相亲相爱嘛 对 还是挺和谐的啊 对 不过这个风风 他想要抢第二 第二名就重要了 确实重要 对 看一下最后成功冲现 恭喜挑战一分三个八秒的成绩 非常不错 我们初心这个距离也是有点远啊 有没有可能未完成 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对 还是压线通过 那这样的话 四轮选手的积分就是1111 来看一下起步 到底是哪位选手 能够为第二轮的第一名争夺 这张图 这张图好像你不是特别喜欢啊 跑得挺少的我真的 对 这张图就是能做到稳 但是很难做到快 这张图是除极度凤凰以外 星期最高的图 还是有很大难度 因为这种图容易 一刻点做不好 连带到后面很多弯道 是 其实连贯性是更重要的 图形这里被小砖 稍微带了一点路线到路线 天差速度不是很快 而且小飘延期没有延上 小砖拿到领跑位以后 还是超红绝影 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住呢 不过第二名是海神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往上面顶顶顶的 海神就是能造就 无限奇迹的车啊 确实 那小砖出现 迟悟了连环的碰撞 这就是海神 的魅力 对 确实吧 大家都是 这里直接送小砖上墙 而且拿到领跑位 在这一个点 海神拿到领跑位 其实对于后面的赛车 叶势不是特别明显 是 你看转眼间 风风又把他抄了 对 但是 图形卡住内线以后 有点歪 不过两名选手 都顺地通过以后 风风出现了一个 利点偏差 还是抓到了上上 主要是氮气没了 这挺伤的 只能CW出弯 是 自然卷这个想要 卡位风风 拿到一个第二名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刀的墙上 顺势顶得出去 哇 果然是魔法 这一波 狂乱炸以后 仿佛为初心充现 奠定了一定的基调 恭喜初心 看一下一个起步情况 起步初心还是小砖 初心出来 小砖在第二名 但是 直接被小砖 一个内线反超 初心是被后面的人卡位了 所以说有时候第一名 在弯道飘位的时候 并不一定好 对 看这里 不再怎样的跑法 然后拉一头 WCWW 对 没有问题 那这张图的话 应该 失误会相对少一点 我是个人觉得 主要是氮气延续 能不能稳住 对 还有路线 但这里开一个意思游 其实不是特别抵制 因为这里开一个意思游 这里容易飞过 看这里由外入内的点飘 那还可以 不过落地点可能不是特别乐观 对 突然被自然卷反超了 这一手 对 卡了一下 真的有点亏了 确实 蝴蝶效应 一路完美过好 后面的玩具都会受到影响 对 氮气也会少一个 小砖来到游跑位 真旧风水轮流转 一人一把第一 最后4333 搞不好再来个加赛 剧本已经写好 看小砖 这一个路线处理非常的完美 自然卷后追 已经采取一个极限的方法 无论双方弹射 暴律无关都已经做到精力球形 但是还是无法拉进去的 那说明小砖的细节 也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是 那么只能 祈求一下小砖 会不会送一个礼包 是 对于自然卷来说 对嘛 好朋友嘛 这里连续淡前续 但是这个小砖没有卡上 他失误了 放了个氮气 那么他的气 这里也急不满 能不能 两个点飘 淡前续沿上了 可以弥补回来了 他开了个ECU 也算是 将ECU用在了刀刃上 那么 这个距离是 不足以靠细节 来 超越的 对 因为最后只剩下一个 长直线的氮气延续 那么小砖只要稳一点 不放氮气很高 这一把 1分50秒50 非常快的成绩了 是 低稳到底了 可以说是 哇 初心这名选手 确实他就 天创武士 不会拿第四名 简单的猜测一下 第一个弯过后 小砖 算先扎得出来 挤满一个氮气 以后 风风紧追起后 但是卡系没有卡满 那么 车身位也是有四五个 可以有很大的 一个那个空间 哎呦 自己风风又卡掉 一个小喷 让初心拿到了第二名 天创武士 难道真的是天创之车吗 那么 风风和自然军的氮气 都是不太正常 都是扫一管 其实只要保存正常 氮气节奏也行啊 但是它氮气节奏 还不是很正常 所以说 第一有这里 右侧也上不去 那么风风就 看风景了 确实在后面看看电影吧 对 在网吧肯定要上网啊 玩起QP的端游 也是不错的选择 电影院进不去 网吧里看 对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 往右转以后 右边的风景就是一台电脑 还有休闲区 说到休闲区 其实在这个版本 休闲区有核心 不说 还即将上架一个舞蹈模式 那就 跟端游真的一样了吗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玩 舞蹈模式的 对啊 舞蹈模式 最出色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滴滴滴滴 看来你很懂啊 我不懂 来看回套比赛 有点歪 小砖这边 一马当天 拿到零跑位以后 是不给后面三名选手 任何的机会 最后一次进到 通过非常顺利 成功如简 恭喜星雨小砖 先拿到自己的赛点局 三把第一了 摇摇领先了 也是冲出来 就一直稳住了 怎么样 天窗舞是第三名 实战啊 抛开起步绝对快的情况 你和别人不一样 你就有可能出去 挺放力的 尤其是他们开局都能冲出去 这样子这三个人 反而容易搞到一起去 你看第一个进到 这个一定是要发生一些对抗的 确实 这边过来以后 内塔外直接将 这是把谁顶开了 把风风顶开了 哎 初心也是 对 哎呦 这一波光红转以后 小砖有点难受 那追光者要拿第四了 对 那么接下来的战斗 都变成暴风自然决 和初心的战争了 是 风风后来追击上 拿到第二名 具体自然讲 具体不是很远 初心这波 我还把小砖让了过去 不太应该 那风风就是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抢到了第二名 那么对他抢夺第一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对 其实今天的比赛 哎呦 这已经歪了呀小砖 很可惜 喜提第四 这 调整 调整 调整心态吧 自然决是比少了个弹气 所以说进行不停的调整 但是弯套有没有可能发生对抗 没有 都很顺利 但是风风捉了一个弹气 自然决想要卡位 风风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这个 城堡真被你说着了 你看 风风这一局在顺利冲现 有事情 他真拿到了第二名 他自己也知道 有机会冲第一 看 追光者第三名 没有拿到第四名 真的有梗 是 对 我觉得这首天空之城 有点亏了 有点亏 为什么不选亚克 反而成人之美了 对啊 亚瑟的话 小砖肯定也会这么用 那这个时候 大家要做的就是对吧 把小砖卡掉 是不是 但是 讲真啊 不太好卡 最好卡的人是 自然卷 但是自然卷的起步 没有优势 哎 小砖自己白给的话 就 给 给机会了 给机会了 对 对 WCW 有眼光 也是用 比较强势的赛车 没有拿到一个好的名字 对 不过说明 还是被针对到了 对 出现这一首 最近几局来说 表现都不是很好 嗯 但是还有机会 只要比赛没结束 任何可能都会发生 对 看 自然卷和小砖 再次开始对抗 但是在对抗方面 也没有任何问题 让我们恭喜星云小砖 也是为队伍拿下了 5分 一个良好的开头 对 这个真的 不容易啊 后来者居上 确实 对 谁拿 谁拿下 谁是第二名 没错 然后输到第三 这个自然卷 真的太可惜了 那如果在对抗比较少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两名选手 应该都是 有机会 很好的同意一下 应该不会出现 之前老拿第四的情况 看对方吧 对 一个WCW至于布卡西以后 再接一个弹射 封封被顶着弹 但是路线还是非常好的 出现结果找一个内线 两个人的路线都是差不多的 是 这个有点 但是距离在慢慢的拉近 是有机会进一个卡位的 对 这种拉近 你觉得问题在哪儿呢 因为我们看到前面和后面 两名选手的路线 都基本相差5分 就是飘移了 就是飘移时机 就是飘移时机 对 因为你后面的选手 基本上会被前面选手带到路线 都会比前面选手稍贴一点 这一点可能肉眼不可见 那么初心也是 短暂的拿了一下第一之后 又把第一送回去了 对 但是十一层那么长 对 尤其是十一层 我是个人觉得第一圈不用急 因为有后追加成 细节在第二圈做会更好 就像在赛车比赛当中 尤其所有赛当中 就是可能往往被看好的 并不是说第一名 而是紧随其后的第二名 对 因为感觉它的更主动 机会更主动 对 而且这里一个惯性出弯 出弯速度非常快 初心开始做细节了 对 第二圈来到了 可以用一个暴力啊 这个弯道还是没用 但是出弯速度很快 但是出弯速度很快 角度稍微差了一点 这个刷牌也是非常快 但是 风风细节来做的也是很好 对 没有把距离让它拉近 开几个EGO 反而它出近的距离 稍微拉开了一点 这一个弯道路线找得非常好 也剩下最后的三连进道了 初心要开始做极限了 这个时候要搏一搏了 这个弯道把距离咬住 对 现在最紧张的应该是风风啊 有机会进行一个对抗 这里要直接撞吗 撞了 但是撞到了以后调整 还是风风更胜一筹 成功受限 恭喜AZ风风拿到第二名 为自己的队伍积上三分 AZ排在第二 步到第三 那么暴风要加油了 是 暴风不能给其他三位选手 带来平均难度的呀 英雄 对 对 对